今天我們要學代數 代數是什麼呢? 代數其實就是一個你不懂的符號 你不懂的符號就是你不懂的數字 你不懂的數字你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列舉就是一個符號再加2等於7 你要找那個符號 符號是三角形的 符號等於什麼呢? 你就要找這個符號出來 就是三角形 我們可以用一條式去計算 用什麼式呢? 是因為三角形加2等於7 問號加2 就是三角形加2 就是等於7 那所以呢 7-2 因為什麼加2等於7 那肯定是7-2 就等於5 5加2就等於7 那所以呢 5加2就等於7 所以呢 那三角形加2 就是答案 那呢 我們呢 就可以降低重點 為什麼會計算出答案呢? 就是因為重點 好了 今次呢 我們可以用圓圈 再去當作符號 那圓圈呢 就是等於 那一定是 一定是小或者大 總之 那 圓圈等於10-7 那圓圈等於什麼呢? 那我們呢 圓圈呢 就等於10-7 那所以呢 10-7 等於3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問號 就是 圓圈呢 就是等於 3 哎呀 我剛剛留了四個三個影 對了 那圓圈呢 就等於3 好了 嗯 我們呢 下開你的題目了 又來了 那呢 開心符號 隨意耳 再 減10 是等於 20 那開心符號 等於什麼呢 你就可以 在留言區那裡 留言給我聽 謝謝 剛剛左邊那些 我呢 是我 D-Notes的 所以你可以 看都可以 你可以不看都可以的 所以 對了 記得你 留言和讚好 拜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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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